今日说法 收到了一名年轻女子的名项 坦全示意图里藏有一个大秘密 七年的诉讼未得分文 这上次的时候我也没有信任 二十一套别墅 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这是一张不完整的相片 拍摄于二十七年前的北京 相片中的这名妇女名叫陈寅香 怀中的是她的大女儿 在相片的右边本来还站着一个男人 可由于随后发生的纠纷已经被捡去 那个男人是陈寅香的前夫 二十七年后 当陈寅香再次出现在人们事业的时候 是在河南省相城市人民法院的走廊上 陈寅香之所以哭 是因为她和前夫之间的纠纷 已经持续了七年多了 还没有结束的迹象 这让今年五十岁的她身心俱疲 陈寅香和前夫是一九八四年结婚的 那个时候他们还在老家河南省相城市的乡下 各位好 这一得一失给陈寅香带来了人生巨大的影响 而这种影响至今未能消除 陈寅香和前夫是一九八七年来到北京的 他们一开始就在建筑工地承包工程 刚好遇上了北京城大开发 没几年他们就发了财 陈寅香说 很快家里的存款就达到了好几百万 当时在八几年 我是我们家 是我们家叫李寅香 我们家是李寅香的首富 虽然是首富 可生活对陈寅香来说 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变 还是围绕丈夫和孩子打转 那个时候 他和前夫已经生了三个孩子 一儿二女 陈寅香说 当时他已经十分满足了 可前夫并不满足 悄然的在改变 陈寅香说 得知前夫有了婚外情 他做过许多努力 人无法挽回 2000年左右 前夫说 在老家接了一个大工程 带着家里的大部分资金 回了河南相城老家 陈寅香则留在了北京 两人的婚姻名存实亡 到了2004年 陈寅香决定结束这段婚姻 可前夫说 他是一无所有了 前夫说 他这几年回老家做生意很不顺 不光没挣着钱 反将百万家财全部赔光了 陈寅香说 远在北京的他对前夫这几年在老家的情况完全不了解 前夫赔光百万家财的说法 他无法反驳 只能忍命 离婚后的陈寅香重新回到了建筑工地 靠原来的老关系还能够接一些工程 虽然无法像前几年那样挣大钱 但生活还能够基本维持 陈寅香说 生活要是按照当时的轨迹一直走下去 今天的他也许会很幸福 但离婚三年后一次意外让他的人生再先波澜 陈寅香说 和前夫离婚时百万家财虽然消失了 可前夫在老家相城市区有一套别墅 当时他和前夫约定 这套别墅两人都不要 过户给孩子 前夫同意 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 这套别墅当时手续不全 无法过户 三年后可以过户了 陈寅香拿着离婚协议 来到了相城市的房产管理部门 结果听到了一个震惊的消息 产权登记资料显示 陈寅香和前夫离婚协议中的这套别墅已经进行了产权变更 过户给了一位姓名的年轻女子 离婚协议中约定过户给孩子的别墅 怎么就过户给了别人呢 陈寅香认定这件事是前夫干的 这让他气愤难当 陈寅香和前夫有三个孩子 离婚时约定 大女儿和小儿子归前夫抚养 二女儿跟着陈寅香 可大女儿当时已经18岁了 说什么也不愿意去前夫那边 一直跟着陈寅香 小儿子虽然跟着前夫 可小儿子说他过得并不开心 陈寅香说 两个女儿跟着他前夫基本没管 小儿子跟着前夫也受尽了委屈 这套约定过户给孩子的别墅 本来可以弥补前夫那缺位的父爱 可现在这份弥补也消失了 他对前夫失望至极 前夫现身否认此事与他有关 我没敢卖的呀 我不是卖的 明姓女子身份不一般 产权是意图里藏有一个大秘密 百万家财有了下落 别墅在这点钟 21套别墅 21套别墅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一个父亲把答应给儿子的别墅给卖了 先不说这种行为在法律上是否妥当 仅从人情常理和道德上说 就让人觉得难以接受 那陈寅香的前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那个别墅是他卖的吗 为什么呢 陈寅香的前夫在和陈寅香离婚后不久就再婚了 现在定居在北京 记得见到了陈寅香的前夫和他再婚的妻子 前夫表示陈寅香的指责并不属实 别墅被卖和他无关 前夫解释道 他曾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负责人 离婚协议中的这套别墅 不是他个人的是公司的 从房管局的房产登记表中可以看得出来 这套别墅的户型图上有金像两个字 表示产权是金像的 而金像是前夫公司的简称 我卖了 我卖了 那三十四千我都卖了 我正常是卖房啊 那已经专注了 我卖了卖了 这是正常的 前夫表示别墅是别人花钱从公司买走的 这是当初的出售合同 合同显示别墅确实是明姓女子花了二十五万元钱购买的 出售方是前夫的公司 前夫的解释有理有据 可他明知别墅是公司的 为什么还要在离婚协议上约定过户给孩子呢 前夫解释 他也没细看就签了字 是一时笔雾 面对笔雾的解释 陈寅香表示不是事实 陈寅香表示 离婚时 前夫说百万家财全部消失 他并不相信 可又无法核实 但前夫住在这套别墅里 他感觉是前夫的 又怕前夫不承认 于是将这套别墅写进了离婚协议 想试试前夫的反应 陈寅香说 前夫说当时没戏看是比误的说法不是事实 何况这份离婚协议总共才一页纸 一百来字 哪有不细看的道理 另外 让陈寅香坚定认为 这套别墅应当是前夫自己的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后来买走这套别墅的年轻明星女子 身份不一般 卖给他现在的其美 不是卖 实际上来说 应该说 他是转让 应该是转让行为的 整院都卖下去了 我也有探重 陈寅香打听到 买走别墅的明星年轻女子 其实是前夫现在的妻妹 这一点 记者后来从陈寅香前夫那里得到了证实 有了这些不太正常的现象 陈寅香认为 前夫现在说别墅不是他的 被出售也和他无关 这里面肯定有蹊跷 陈寅香律师的调查 证实了他的预感 律师从工商部门调取到的资料反映 陈寅香前夫的公司 其实只有两个股东 大股东是他自己占80%的股份 小股东是陈寅香的亲弟弟 陈寅香的弟弟在一份证明上说 他一没出钱 二没得利 前夫这家公司和他无关 陈寅香前夫的公司 说到底还是他个人的 别墅也是他自己的 陈寅香前夫的公司并没有具体的办公地点和办公人员 其实是一家提包公司 律师分析认为 这套别墅的出售和过户 名义上说是公司行为 实际上还是前夫在操控 通过一番调查 陈寅香认定 卖别墅 这是前夫和他的县妻妹串通的结果 目的就是想独吞 陈寅香说 为了孩子 他肯定不会放弃 他准备找前夫好好理论一番 还没等他开口一个更大的秘密浮出了水面 这一次陈寅香对前夫彻底寒了心 我就看有个图 上面写的警校 集团 我就问那个办公的员 我说你好 陈寅香说 他在相城市房产部门 看到了一份产权登记示意图 这是离婚协议中 那套别墅所在小区的全部产权登记图 陈寅香惊奇的发现 除了离婚协议中那套别墅上 标有金像字样 表示产权是前夫公司的外 还有许多别墅的下面 都标有金像的字样 陈寅香数了一数 登记表中标在前夫公司名下的别墅 除了离婚协议中那套 还有二十套 另外别墅小区的门口 还有一排上下两层的门面房 共六间 也标有金像的字样 也是前夫公司的产权 而二十套别墅和六间门面 现在的市场价值在数千万元之间 我说的我这几百万子差 我不知道到哪去了 这会找到地方了 这是挡着我脑子里想的 待会在这边有二十一套别墅 根据有关资料 陈寅香发现的这二十套别墅和六间门面 是前夫公司在1999年前后 与人合作投资建成的 当时陈寅香和前夫还没有离婚 陈寅香认为 这二十套别墅和六间门面房 应当就是自己百万家财的下落所在 陈寅香说 得知了当年百万家财的下落 除了气氛 更多的是悲凉 他和前夫结婚二十年 生了三个孩子 是患难夫妻 离婚时 却隐瞒说一无所有 不仅一分钱没给他 甚至答应过付给孩子的别墅 也要独吞 他不知道前夫 为什么要这样做 那事实是不是陈寅香认定的那样 我们来听听前夫的解释 前夫解释 当年他从北京回到老家 主要是和相乘当地的莲花集团合作开发了这个别墅小区 合作方式是莲花集团出钱 他出地皮和负责工程建筑 可最后莲花集团未能支付全部工程款 只能用别墅抵债 前夫表示 二十一套别墅和六间门面房 其实是莲花集团第一债给他的 当时他也外欠了许多工程款 拿到别墅后就陆续出售了 钱都用来还了债 他真的是赔得精光了 陈寅香的代理律师 对前夫这个赔得精光的解释 并不相信 陈寅香的代理律师说 如果钱夫当年与别人合作建别墅确实是赔光了 不能空口无凭 得拿出账目来 可从2007年纠纷开始已经七年了 钱夫从来没有拿出任何账目来证明 账目丢失的说法 陈寅香和律师同样不相信 他们认为 即使账目丢失和钱夫公司有业务往来的公司和个人手中应当还有账 不仅可以调取 还可以请他们出面作证 再者 钱夫是和莲花集团合作 莲花集团是向城市最大的国有企业 他生产的莲花牌尾精为国人所知 应当有着严格的账目管理 可钱夫已一向都没有出事过 陈寅香否认自己花钱打官司的说法 他认为钱夫是在抵赖 为此他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有两项请求 第一 要求钱夫履行离婚协议中将别墅过户给孩子的约定 第二 认定余下的二十套别墅和六间门面房 使钱夫隐藏的夫妻共同财产依法应当予以分割 前夫的妻子出示婚前财产公正书 他精神不含 我还得打工 证业 病例显示前夫旺有精神疾病 就交给承证 都有别套理是吧 对 实在承证不来 三项判决无法执行 他进行了这种产生的转移 七年的等待还要多久 胜负在之后 我也没有喜悦 二十一套别墅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汤维建教授 欢迎汤老师 在目前的情况下 现在诉讼当中提到的二十一套别墅六间门面房 能不能就认定为是陈寅香和前夫的共同财产 我认为是可以的 因为根据婚姻法的规定 在夫妻关系程序期间 夫妻任何一方是获得的财产都可以 都应该被认定为夫妻的共同财产 除非另一预定 那前夫说这个房子我都卖了去还债了 那债务本来不也应该是夫妻双方的吗 前夫拿卖房子的钱去还债 是不是也能说得通呢 也能说得通 但是他应该举证 应该要提供证据来说明 他是用了多少财产 还了什么样的债务 然后从总的夫妻共同财产当中 把这个债务给课减掉 经过了五年多的审理 2012年3月 向城市人民法院认可了诉讼当中提到的 21栋别墅和六间门面房 都是陈寅香和前夫的夫妻共同财产 而且做出了三项判决 第一 前夫应当履行离婚协议当中的约定 将协议中那套别墅在十天之内过户到孩子的名下 第二 余下的20套别墅已经被前夫全部出售 经过统计 一共售卖了552万元 前夫应当支付一半别墅款 也就是276万元给陈寅香 第三 六间门面 前夫应当在十天之内将其中的三间过户到陈寅香的名下 从判决结果上看 陈寅香胜诉了 但是在执行阶段又升波折 时至今日 陈寅香没拿到一分钱 胜诉的时候 我也没有喜悦 我想我当时的三天苦难 我拿到判决的时候 我并没有高兴 我就找一个地方 仅仅里苦了一场 医生判决后 双方没有上诉 判决生效 进入了执行阶段 由于经济困难 这些年陈寅香一直是借住在弟弟家 一个固定的住所都没有 他希望判决能够早日得到执行 好让自己和孩子有一个安身之地 可判决执行的难度 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 就是 我一从执行的档龙又载浪出去了 执行中 首先出现问题的是那六间门面 本来在打官司时 六间门面房还在前夫公司的名下 可在案件审理期间 前夫又将六间门面给卖了 这导致法院要求前夫十天内 将其中的三间门面 过户给陈寅香的判决变得没有意义 那前夫明知这六间门面房在打官司 为什么还要出售呢 前夫的妻子做了解释 不卖了吧 没钱 卖了 没钱 不说没钱 但陈寅香并不相信前夫妻子的解释 因为他在这六间门面房的出售合同中 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 明心 就是之前买走离婚协议中 那套别墅产权的年轻女子 是前夫的妻妹 离婚协议中应当过户给孩子的别墅出售了 现在六间门面房又出售了 这导致法院要求前夫将别墅过户给孩子 三间门面房过户给陈寅香的二项判决无法执行 余下可以执行的只有276万元别墅款了 可这一项同样遇到了麻烦 执行中法院没有查到前夫的银行账户 可查到前夫和妻子在北京有三处房产 法院就将三处房产查封了准备拍卖 但法院的查封遭到了前夫妻子的反对 前夫的妻子说 陈寅香的前夫在和他结婚前 根本就没什么财产 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份婚前财产公证书 公证书显示 陈寅香前夫在婚前 名下只有2万元现金 婚后前夫又患了病 没做任何生意 没有任何收入 前夫的病例显示 前夫曾因精神上的疾病 多次去医院就诊 在执行中 法院查封的三套房子 有两套是在前夫妻子的名下 产权证上也只有他一个人的名字 前夫妻子表示 这两套房子都是他婚后自己挣钱买的 和陈寅香前夫无关 他认为法院查封不当 为此将法院提出了执行异议 但陈寅香和律师不这么认为 在法律上讲 谁主张谁举证 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明 证明这是属于他个人的财产 购买的 陈寅香的律师认为 二处房产虽只写了前夫妻子一个人的名字 可没有证据证明是他个人的婚前财产 既然是婚后买的 从法律上来说 就是夫妻共同财产 前夫就有份 法院查封 没有问题 另外 陈寅香律师认为 前夫和妻子的那份婚前财产公证书 没有实际意义 因为他们的动机 如果是为了隐匿财产 公证书的真实性就不好说了 2013年4月9日 向城市人民法院就前夫妻子提出的执行异议进行了听证 目前听证结果还没有下来 这导致276万元别墅款的执行也处于停止阶段 在三项执行都无法进行的情况下 陈寅香只得再次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要求法院认定前夫将别墅和门面出售 是与人恶意串通 应当认定无效 目前这两起官司还只是刚刚开庭 没有结果 陈寅香的等待还在继续 现在的这个结果 其实是我们在很多民事纠纷的案例上能看到的 一个比较常见的现象 就是你所谓的正义 只有一个说法 但没有实际的效果 那对于陈寅香来说 他现在除了党还有别的办法吗 那么通过执行程序来实行生效法律文书的判决的内容 这是一个法定的程序 目前他也只能按照这个程序来实现他的权力 也就是说需要法院的强制执行 那么靠强制执行的话 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些障碍 比如说转移财产 比如说有一些单位或者个人不予配合 如果说应该予配合的部门或者个人 如果不予配合的话 那么就被认定为是妨碍民事执行和妨碍民事诉讼的行为 就要被客家相应的强制措施和法律的制裁 那么如果说是恶意转让财产逃避债务的话 那么通过法定程序加以认定以后 那么也要对相关的人员施加相应的法律责任 现代社会夫妻离婚这本来很正常 因为离婚可以给双方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而且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 如果在离婚之前就瞒天过海 离婚之后还要机关算尽 这非但不能让双方都过上幸福的生活 而且会让痛苦延续 何苦呢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也感谢汤老师藏有免务师的讨论 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的其他内容 明天见